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只有初中文化的男人一生几乎都伴随着诈骗和监狱这两个词 1980年的2月 27岁的义元香因为诈骗被湖南省岳阳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出狱还没几天呢又重操就业了 1984年3月因为招摇撞骗和诈骗罪被湖南省密罗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第二回出狱还是没过多长时间 1996年8月再批求一 还是因为诈骗被湖南省岳阳县人民法院判处六年有期徒刑 到2001年5月17号才给放出来 先后三回因为招摇撞骗和诈骗被判刑 三次刑期加起来整整18年 三进宫之后再出来的一元香已经年近五旬了 并发斑白按说呀这么一个岁数之前又有那么多失败的经历 这回再放出来他是不是应该踏踏实实的过点安生日子了 他呀不这么想自由并不重要 能够自由的诈骗这才是他在里边最大的梦想 这回呢他摆脱了以往传统的诈骗手段 人玩上高科技了 在网络上开始了他新一轮的诈骗 从骗财到骗色从湖南骗到了北京 一元香第三次出狱之后啊 因为他在当地岳阳已经是个臭名昭著的大骗子了 不仅是老骗 而且那老露馅臭名昭著事办的也臭 所有的人呢都躲着他 没有人再上当了 他一看 这在当地已经很难再开展业务了 好以无劳的业元香 没有了行骗的土壤 精神生活物质生活 同时都变得非常的贫穷 难以为继 他有点活不下去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 以元香接触了网络 在聊天的世界里头啊 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 这种虚拟的人际交往方式 跟一元香熟悉的诈骗方式一样 具有极强的隐蔽性 而且呢 还有一般诈骗所没有的广泛性 一元香一下就迷上了网络聊天 而且很快的熟悉起来了 这也属于专业业务啊 从此之后 这个已经五十多岁的老男人 整天跟十多岁的中学生在一块 混迹于街边的网吧 一聊啊 就是一个通宵 2004年3月底的一天晚上 以元香突然闯入一个 北京网友聚集的聊天网站 在这个聊天室里 他跟一个叫清纯玉女的网友 搭上了话 两个人呢 很快就聊起来了 来聊山水名圣 聊个人爱好 交谈当中 以元香感到这个清纯玉女 不仅善解人意 而且字里行间都跳动着 善良和单纯 当他知道对方只有29岁 是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的时候 为了骗取清纯玉女的信任 以元香啊 拍着胸脯舔着大脸 说自个儿 29岁 名牌大学法律专业毕业 他还在网上啊 跟清纯玉女大谈特谈法律 其实呢 他那点法律知识 都是在长期的牢狱生活当中 积累下来的 九病成一 但是 这点三角猫的功夫 足以让清纯玉女啊 佩服的五体投地了 随着话题的深入 清纯玉女啊 没忍住 索要了一元香的QQ号 一元香的QQ上的名字 是神探亨特 这个名字呀 让清纯玉女感觉很神秘 当他询问一元香的身份的时候 一元香故意卖关子 说 我的职业是国家机密 无可奉告 说完之后呢 他就下线了 第二天的晚上 一元香又来到了网吧 打开QQ 他惊喜的发现 清纯玉女啊 已经等他很长时间了 他马上点开聊天窗口 两个人呢 像老朋友一样 侃侃而谈起来 这清纯玉女的出现 给一元香平淡乏味的生活 增添了一些亮色 甚至呢 有一些小骚动 每天他都在网上啊 跟清纯玉女聊天 每次清新交谈之后 一元香都会很兴奋 两个人在网上只要一碰面 那就是几个小时起步 有时候一直能聊十几个小时 几天之后 清纯玉女告诉一元香 她的真名叫陈孝一 是个22岁的北京女孩 刚从一个大学毕业 暂时还没找到合适的工作 所以平时呢 都在网上聊天 色眯眯的一元香啊 还装作不经意的 询问了陈孝一的身高 体重 当她听到陈孝一 身高1米65 体重50公斤 并且呢 对自己的外表 很有信心的时候 她那颗老心脏啊 不登不登的 差点炸了 陈孝一介绍完自己 她回头就得问一元香啊 这老头说了 我的身份呢 是绝密 我告诉你 但是呢 你千万不要告诉外人 我是担负着特殊任务的 国家安全部特工 现在呢 正在湖南岳阳 执行重要任务 我的真实身份 是国家安全部部长助理 至于个人的自然情况 一元香啊 不说八道 自个儿叫徐峰 28岁 身高1米8 长相英俊潇洒 毕业于名牌大学法学院 我爸是高干 我妈大老板 在深圳呢 那存款都是好几个亿 帅哥 特工 部长助理 高干子弟 家产几个亿 这些词源源不断的 灌输进单纯的 陈孝一的大脑里 他兴奋的都有点 不能自己了 这情节 这不只能在电影当中 才会出现的吗 啊 天上掉下一个白马王子 都没说掉到眼前 直接掉我脚面上了 跟网上这个年轻特工聊天的时候 陈孝一表现出了他这个年龄应该有的崇拜 那天晚上 陈孝一久久不愿意下见 跟这神探亨特聊了很久很久 陈孝一是个单纯善良的女孩 因为呢 没有工作 平时无所事事 正处于人生当中的情感低落期 在网上遇到一元香之后 他心里边想啊 可能这缘分来了 因为呢 他从小就对警察特别的崇拜 比他大六岁的徐峰 正合他的心意啊 于是 在聊天的时候 陈孝一就试着 向徐峰抛出了绣球 表达自己的爱慕之心 这时候 一直游抱琵琶 半遮面的徐峰 终于向陈孝一 袒露了心意 他答 很高兴认识你 从你的话语中 我感到了你的真诚 经过慎重考虑 我决定跟你交往 尽管我出生于一个高干家庭 母亲在深圳 有几亿元的财产 让我去继承 但是 为了国家的使命 我甘于平淡 把自己的青春献给祖国 为了事业 耽误了自己的婚事 至今呢 单身一人 但愿我们 从相识到相知 等完成任务之后 我回北京 一定与你联系 这徐峰 不但是一名神秘的特工 还是一个钻石王老五 这么优秀的男人 万里挑一都不为过 十万里挑一啊 陈小一的内心呢 不能平静了 傻时间 就玩起了狂澜巨浪 2004年4月 一个春风沉醉的晚上 陈小一 情不自禁地 坠入了情网 他不但把手机号码 告诉了徐峰 还把自己最好看的照片 通过QQ 发送给了自己的心上人 一元香 接到照片之后 一看 惊为天人啊 照片上的姑娘 清纯亮丽 楚楚动人 这老流氓 加老骗子的内心 也开始啊 摇荡起来 他想 如果能把这个小油物 骗到月阳 再有一番肌肤之心 不枉此生啊 这骗人呢 是一元香 信手拈来的手段 一天晚上聊天之后 他给陈小一 打了个电话 在里边说 你对我是不是真心的 我可是认真的啊 如果你真心的爱我 我请你呢 到月阳来玩 我带你到天下文明的 月阳楼去旅游 听到一元香发出邀请 一种初恋般的激动 顿时击倒了陈小一 我的天哪 在天下文明的月阳楼 和自己梦中的白马王子 见面 这是真的吗 谁过来 你掐我一把呀 但是转回头来 他又想啊 这是自己第一回 跟网友见面 而且要跑到遥远的湖南 他心里还是有点打鼓 2004年初 经过几天的考虑 陈小一下定决心 要到月阳去 偷惠网上的晴朗 因为他还没有工作 所有的消费呢 都得向父母伸手 陈小一只好向母亲要钱 母亲那得问呢 你要钱干嘛呀 他就说呀 要去湖南月阳 见男朋友徐峰 因为从来都没听 女儿提到过有男朋友 而且呢 没出过远门的女儿 要赶到千里之外 这妈就有些担心了 面对母亲的质疑呀 陈小一隐瞒了 她跟徐峰 是在网上认识的情节 同时 为了打消母亲的顾虑 她让徐峰 给母亲打电话 在电话里头 徐峰信誓旦旦的告诉陈母 阿姨 我是陈小一的男朋友 徐峰 是国家安全部的部长助理 正在岳阳出差呢 我呀 将请小一来岳阳玩两件 你放心 我一定会照顾好她 听徐峰这么说 母亲呢 将信将疑的把女儿送上了 开往岳阳的货车 当两个人如约 在岳阳楼下见面的时候 陈小一对她的梦中情人 那个情郎哥哥徐峰 大失所望 网上徐峰说自己有一米八呀 可眼前这个人 只有一米六 而且 左看右看横看竖看 这也不是一二十多岁人呢 这得五十多岁了 形象呢 还特别的猥琐 陈小一没想到 她曾经在梦中 想象描绘了无数个模样的帅哥 居然变成了眼前这个 贼没鼠眼的糟老头子 这脸呢 当即就挂得起来了 冷冷的提出 马上我要离开岳阳 回北境去 那小剑光死了 以元香能让这倒嘴的肥肉跑了吗 那巧蛇如簧啊 说是巧蛇 其实就是胡说八道 她说呀 小妹 你看到我的样子 一定很吃惊吧 我确实是徐峰 你现在看到的是我经过了 高级易荣术伪装的 哎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 我正在执行任务 所以要化妆成一个 四十多岁的小个男人 你看过天龙八部没有 阿珠 阿珠化妆成肖峰和段王爷 我跟那一样 哎 像007电影里边 邦德化妆深入敌学 我们这种高超的易容术啊 不会被轻易看破的 你等我卸了妆 完成任务 我卸了妆 马上就变成一个 鹦鹉挺拔的帅小伙子 陈孝依 本来对徐峰这个 安全部特工的身份 是深信不疑 再听一元香这么一说 他不但没有起疑心啊 反而觉得跟特工谈恋爱 特刺激 特神秘 在陈孝依的眼里 一元香的身上 似乎笼罩着一层神秘的光环 所以 在这个人说完之后 陈孝依 兴高采烈的跟着一元香 就来到了一个宾馆 开了房间 开房的时候 一元香说 自己的身份要保密 让陈孝依自个儿掏钱 用自己的身份证 进行登记 看见陈孝依这么容易上当 这一元香啊 一到宾馆之后 就试探着一语双关的问 我非常的喜欢你 我们之后 一定会成为天长地久的爱人 一元香的话 让兴奋之中的陈孝依 意乱情迷 含苞带放的陈孝依呢 让一元香也找到了一种 久违的激情 陈孝依到岳阳的当天晚上 一元香文质彬彬的 陪着他吃完饭之后就离开了 第二天又如约来到宾馆 接他去玩 整整一天下来 到了晚上 他请陈孝依呢 到宾馆附近的一个小饭馆吃饭 在桌上 一元香极尽劝慰之词 让陈孝依喝了不少的酒 直到醉意朦胧 走道都摇摇晃晃 舌头都直了 一元香非要送他回宾馆 陈孝依也同意了 一进房间 一元香就排不及待的 把他摁到了床上 等陈孝依彻底清醒 回忆起昨天晚上放纵的情景 有点手足无措 有点后悔 但是一元香信誓旦旦的说 好妹妹 我真心喜欢你 我保证我爱你一辈子 听这些 陈孝依心里 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 既有神秘的刺激 又因为一直见不到 心上人的庐山真面目而担心 但是他认为 自己的心上人 担当着国家大事 不能因为个人的私情 显露出自己的真实身份 你说这不是傻丫头吗 他模样就算他化妆了 他易容了 方式很高明 但是你们俩都洗干净 躺一块了 你看不出他身高来吗 被爱情迷住了眼的女人 就能瞎到这种程度 陈孝依觉得 自己和心上人 有了这层关系之后 他们的爱情根基就夯实了 他觉得 眼前这位国家安全部部长助理 神秘莫测 将来呢肯定是前途无量 再看看自己 一个没有工作的普通女孩 能够找到这样的男朋友 实在是太幸运了 在岳阳玩了几天 陈孝依花光了带来的2600块钱 毛肝转静 一文没胜的回到了北京 回来之后呢 还添油加醋的 在父母面前 把一元香 渲染成了一个风流倜傥的 当代特工 陈孝依对自己的男朋友 大加渲染 这家里一听 怎么意思啊 女儿的男朋友 是国家安全部的部长助理 我的妈呀 这太让人高兴了 他们还特意的嘱咐女儿 把这个男朋友啊 请到家里来玩两天 把亲戚朋友都叫过来 分享一下你们的荣耀 说白了 就是咱好显摆显摆 这就是北京呢 跟南方一些发达地区 不一样的地方 北京天子脚下 大家伙呢 都愿意拿大官替自己冲场面 而南方呢 愿意拿大款替自己冲场面 当一元香得知 陈孝依已经把他们之间的事 告诉了家里 而对方的父母呢 还提出让他到家里玩的时候 他责怪陈孝依 说 以后千万不要把我的身份 告诉别人 这是国家机密 我担负着重大任务 关系到国家的安全 像这样 有机会呢 我回北京会和你会面的 回到北京之后的陈孝依 日夜思念她的心上人呢 给一元香打电话 让她回来 见到这个情景 一元香也想免费到北京玩一圈 顺便呢 看能不能再骗点钱花 她就说 我在外地执行任务 钱都在深圳呢 身上没带着呀 我去不了北京 陈孝依一听 这咱俩都这实在关系了 这怕什么呢 不叫事 回头跟母亲要了三百块钱 按照一元香提供的地址 给寄了过去 她希望心上人 马上来到自己的身边 陈孝依对爱情的执着 让一元香这个老骗子 都觉着有点于心不忍了 但是 作为一个身经百战 又非常敬业的骗子 她还是狠下了心肠 寄来的三百块钱 她扭头就花完了 之后呢 她打电话给陈孝依 甜言蜜语的 再邀请她到岳阳 陈孝依是个热情直爽的女孩 自从认识了一元香之后 她的生活全都改变了 当她发现 自己已经深深的爱上了一元香之后 唯一的精神支柱 就是这个人 所以 在一元香的邀请之下 2004年五一黄金周期间 她再次南下岳阳 跟一元香 同居到了一块 缠绵之后 一元香发现 陈孝依带来的钱呢 快要花没了 她也知道 陈孝依身上 也没有其他可骗的了 就跟陈孝依 一块来到了北京 准备着她的下一轮诈骗 为了紧紧的控制住陈孝依 到北京之后 这一片子 不让陈孝依回家 俩人呢 一起在宾馆开房建筑 这样 一元香就有理由 让陈孝依买单了 可怜的陈孝依不知事迹 为了让心上人住的舒服 她倾其所有 把一元香安排到了 亚运村的一家高档宾馆 当然 所有费用都是陈孝依处 她的父母知道了 徐峰已经来到北京了 那还什么说的呀 赶紧把她带到家里来见见面啊 陈孝依 兴高采烈的把这消息 告诉了一元香 说 你和我的事 我都告诉爸爸妈妈了 他们特别高兴 对你也特别满意 他们认为啊 你将来会有前途 我是家里唯一的女儿 我妈呢 请你到我们家玩 但是 一元香却很不高兴 她知道 陈孝依是个单纯善良的小女孩 容易上当受骗 但是 你要骗过陈孝依的父母亲友 可没那么容易 所以 她借口仍然有药物在身 坚决不见她的父母 这让陈孝依 微微的感到 有点失望和委屈 住在高档宾馆里的 一元香呢 其实也是如座振战 陈孝依只有22岁 没有工作 没有收入 尽管她对自己一片痴情 但是 从陈孝依那 只不过能够骗点色 骗不了更多的钱了 这让她不甘心 除了在宾馆里 继续跟陈孝依同居之外 她变着法的 从陈孝依那骗钱 一天晚上啊 一元香突然话题一正 说 我有一个要好的朋友 突然住院了 急等着要钱 我的钱都在深圳 你也知道 我身份特殊啊 不能去银行取 你看看 能不能帮我凑一万呢 我马上就还给你 看见陈孝依表现出 为难的样子 她又说 是真不好意思啊 你看我一个大男人 开口向你借钱 你也别多信 我要不是有任务在身 工作特殊 也不至于这样 你放心 过几天呢 我马上就还给你 陈孝依还是犹豫着 没有说话 回到家之后 她向母亲提出借钱 母亲爽快的答应了 但是没过几天 一元香又向陈孝依开口了 朋友生病了 我一直没去医院探望 我想去看一下 你说我这手上也没什么钱 这怎么办呢 陈孝依叹着气表示 自己也已经无能为力了 但是一元香再三的要求 她必须借到钱 陈孝依想 自己还没有工作 总向父母要钱 这也不是个事 但是她想到自己男朋友是特工 身份特殊 有些事情啊 也不能按照常理来考虑 抱着帮助心上人的想法 她向母亲又一次的开口了 妈妈翻遍了所有的口袋 只找到620块 全都交给了她 陈孝依拿着这620 转身奔向心上人的身边 但是女儿一次一次要钱的反常举动 多次伸手要钱 都是给男朋友使用 这让妈妈感到了莫名其妙 你堂堂一个安全部部长助理 居然拿不出几百块钱 你这不是开玩笑吗 为了弄明白啊 她尾随着女儿 却见女儿出门之后 把钱交到了一个50多岁的矮个子男人手里 陈孝依回家之后 在妈妈的仔细盘问之下 才说了实话 这个人就是徐峰 并且让妈妈千万不要泄露她的真实身份 陈母啊 越想越不对劲 女儿所说的一切 跟这个50多岁的猥琐老头完全都对不上 陈母把这事告诉了丈夫 丈夫也拿不准 他们想等女儿回家之后 仔细的问清楚再说 但是 女儿自从回到北京 一直跟一元香住在宾馆 具体住哪 他们也不知道 直到2004年5月31号 女儿哭哭啼啼的回家之后 通过女儿的哭诉 他们才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陈孝依告诉父母 为了给徐峰准备钱 她把从妈妈那拿来的620全交给了她 但是她还嫌少 陈孝依不得不把身上最值钱的那根项链 在当铺里当了161块5毛 全都交给了徐峰 但是 5月31号的早晨 陈孝依突然发现 她钱包里仅有的30块钱也不翼而废了 而徐峰也从此 咬如黄鹤 啥也不得 再啥也明白过来了 这就是一个骗子呀 情急之下 父母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陈孝依的姨父 得知外甥女儿被人骗财骗色 陈孝依的姨父 在拍案而起 义愤填膺 她让陈孝依先别着急 你呢 想法打电话 把她约到对外经贸大学的门口 陈孝依呢 以从父母手里要到了一笔钱为由 稳住了义元香 她呢 如约前往 最终啊 这个神秘莫测的特工 还是被她温柔的情人 送进了她再也熟悉不过的地方 公安局 进了公安局啊 义元香仍然口口声声的说 自己是国家安全部部长助理 办案的警察呢 也不敢怠慢 这是北京啊 官多呀 他们也不全认识啊 赶紧对她身份进行真实性的核查 但是 国家安全部给出了明确的答复 安全部里 没有叫义元香 以及徐峰的部长助理 或者干警 最后 警方在义元香的老家了解到 这人 就是个骗遍了湖南的老骗子 这回骗到北京 又在了 义元香这时候啊 也不说自个儿助理的身份了 他就说呢 我是跟陈孝依在谈恋爱 所有诈骗的钱 都是陈孝依自愿给我花的 但是 这些鬼话不堪一计 义元香 必须对自己的犯罪行为负责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做出终审判决 以招摇撞骗罪 判处义元香 有期徒刑 六年 诶 义元香 继续回到了他所熟悉的监狱服刑 但是 对于年轻单纯的陈孝依而言 这无疑是一辈子的痛 他没想到 一场风花雪月的激情 毁了自己最美好的初恋 爱慕虚荣 是导致陈孝依上当受骗的 重要原因之一 这个案件 为网恋者敲响了警钟 在虚拟的世界里 哪怕是一次虚荣的出轨 都可能酿成 一生的悔恨 晚安 一生的悔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